大家好,我是Bebe 今天我们继续讲《Still Like an Artist》的这本书 上一集我们就讲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原创的东西 其实它的idea都是所谓的偷回来 所有东西都有它的源头 今集我就会继续讲这本书里面 剩下的chapter 继续为大家介绍究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怎样可以有更多的灵感 更多的idea 更加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 事不宜遲,我们立即开始吧 去到第四个chapter 标题就是 Use your hands, step away from the screen 这个,Bebe我都很新同感受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做事 尤其是work from home 如果你的工作是 你很多时候倾向在电脑面前 这个太长太长的时间 而有时我们感到大脑闭塞 没有灵感 无论你是在写一个poso 还是在想一个creative 想着你下一条影片出什么好 等等等等都好 总之 每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灵感 已经插干插正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离开电脑桌 我自己的做法也是 有时会去山下部 有时会写下 journal 看书 又或者简单到做家务 洗碗 下衣服 又或者甚至洗过凉 我都试过 因为其实如果你是很into 那样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做着其他东西 你的脑都会在想着那样东西 但是当我们放空去做其他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思绪突然间会清晰一点 是可以想得多一点的 特别是在我们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情下 例如在你洗澡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是会做得好一点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我以前上班做presentation的时候 之前的过一晚 我都会在我洗澡的时候 在那里练习一下 在那里讲几次 你会发现你洗澡的时候 讲的版本 是好过你真的到时presentation 讲的版本的 所以有时我们对一些东西太紧张 太专注 反而会令到我们的表现不太好 令到我们的大脑闭塞 又或者是 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到 有时候听得太多 那些个人成长 又或者什么人生观 时间观 心理学 哲学 其实如果你真的听得太多 你长久以来 你都会觉得有少少闷 有少少淡的感觉 即个 layer 好像比较单一 但相反 你有时听听一下 一些个人成长的观念 然后再加插一些 那个人的人生的阅历 你会发现 那个 layer 是会多一点 你的感受好像深一点 好像没有那么 只是介乎于一个 theory 又或者是观念上的 level 所以 读慢卷书 不如走慢你路 这个说话是真的 但当然 我觉得两样 都是同样重要 所以下次你觉得 大脑闭塞的时候 不要对着电脑 出去走走 做些无聊事也好 什么也好 慢慢你会找回部分 清理思绪 而在当你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又会触发到你的灵感 到第五个 chapter 就是 作者认为 我们平时在正职以外的 一些 side projects 和一些 hobby 兴趣 其实是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经常说拖延症 拖延症就是 你有些正经事不做 你在做些无聊事 所谓的 你可以想想 当你每次拖延的时候 其实你在做些什么呢? 那样东西应该是 你喜欢做的 所以你才会在你无聊 做那样东西 而想拖延 去不做一些正经事 作者这里的观点就是 你想想 你拖延时在做些什么 而这件事 很可能 就是你下半世人 应该继续要做的事 举个例子 譬如 我有个邻居 我之前也说过 他经常在他的花园 斗木 一直在做家司 当然不是大东西 而是小东西 他觉得很有成功感 很有满足感 我之前去过他家吃晚饭 我看到有张椅子 他放在花园 有时有空就坐在那儿 看看花园树木 看看风景 喝杯咖啡 那张椅子 其实是他自己 拖出来的 这个就是他在上班以外的 一个兴趣 而这件事 他是没有钱 他都会做的 这个就是作者提出的 其中一个观点 就是叫productive procrastination 意思就是当我们拖延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有生产力 而我们人生上 同时有多个project 又或者是side project 进行中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想想 其实你如果上班很大压力的话 如果你下班是没有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令到你可以转换你的mindset 转换你的思考的话 其实是你放松不到的 你会发现 譬如你每一晚放了工 只是在那儿滚手机 跟着就吃饭 洗澡 睡觉 其实你的思维 你的思考是没有转换过的 所以为什么呢 有些人放工去做瑜伽 又或者看书 又或者上一些课 虽然你觉得想起来好像很累 但是其实这件事是可以帮你减压 而且可以帮你放松你脑内 那条拉得很紧的橡筋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在你正职以外 发展几个side project 又或者兴趣 被你自己投入下去 而这个side project 引伸到第六个chapter 就是Do good work and share it with people 就好像啤啤我现在做的东西 例如看书 是我的其中一个兴趣 我在书里有些得着 我现在就分享给大家 又或者我有另一个朋友 他很喜欢在他上班以外的时间 去那里砌那些gundam 和他自己噴上不同的颜色 这件事他是很喜欢的 很明显他就是没有钱都会做的 因为是他的兴趣 作者就提到了 如果你很幸运的话 你的兴趣 如果市场上同时也有demand 中间你可以找到一个共通点 其实这件事是有机会 在将来为你带来潜在的收入的 譬如我的朋友 有时他砌完的gundam 上完色 然后他就会放出去卖 又有market股 虽然不是什么大钱 但是这件事 本身你是没有钱都会做的 而这件事又可以帮到你减压 又或者将你的good work 是share给其他人 那何乐而不为呢 而如果你是做节目体创业 如果你是很想要market的注意 但现在你未受到人注意 又或者你的scriber很少 其实作者都提到 一个观点就是 你一开始不受人注意 是好事来的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 趁这段period 进程地享受 我们未成名的一个时期 你可以随便去试多些不同的做法 因为当你出名之后 你的限制一定会多了 所以我们尝试用一个 positiv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尽情享受这段period去试错 好了去到第七个chapter了 就是geography is no longer a master 作者提到 就是internet 可以connect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地域的限制 无论你是对生活上哪一样东西 有兴趣 只要你可以connect到的internet 你就可以在家里足不出户 都可以join不同的group 和不同国家的人聊天 交流 去generate更多的idea 但是作者也有特别强调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人生上面 是有一个机会的话 我们尝试出走 leave home 尝试去另一个国家 另一个地区 去生活一下 因为往往你离家的distance 越远 你得到的灵感 你得到的insight 其实是会越多的 这个我就不能同意更多 因为每次当我在香港美国 香港美国两个家里面 之间不断地转换环境的时候 其实我想的事情会很不同 因为你平时的生活习惯 可能未必一样 你的朋友圈子都不一样 你所见到的人 他们的思维都不一样 所以有机会的话 都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去另一个国家 尝试居住一下 第八个chapter be nice 因为世界是很小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尝试去 make friends ignore enemies 这个就是作者对我们的advice 在日常生活中 认识多些朋友 如果间中遇到一些敌人 例如你做自媒体创业 间中收到一些不太好的评价 不要紧的 你做的每一件事 其实都有它的target market 和target audience 但当然 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们都要open mind 接纳 去看看可不可以 去改进自己 但如果纯粹是一些 无理的comment 又或者是一些 你改变不了的东西 那这些enemies 不如我们就 忽视他们 就当它 不是我们的target market 就算了 所以不需要 去和别人争论太多 我们的目标 就是 认识更多 同频率的朋友 改进自己 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实你是一个什么人 其实就是你身边最靠近的五个朋友 的average 有很多人用这个 来衡量你的人工 譬如你的人工 就是你身边最靠近的五个朋友 他们的人工的average 这个就是很大机会 就是差不多 是你人工的数字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没有那么focus 在这个钱上 反而你所身处的 氛围的这件事 令我想起我毕业之后 做第二份工的时候 我当时的manager 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 If you are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You are in the wrong room 即是说 其实 如果你在这间房里面 你已经觉得自己是 差不多最聪明的 又或者是 已经认识得最多的 那你就是在一间 错的房 因为我们要把自己 放在一个 有成长空间的一个氛围 例如 认识一些 比你更加聪明的朋友 又或者你想成为 那个人的一种朋友 你需要的是一个导师 如果你人生上没有的 也不要紧 因为现在 所有东西都有internet 你可以上网找资料 你可以看书 而作者 可以是一个 你想成为的人 又或者是 你想从他身上 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现实上 如果你觉得自己 在你的朋友圈当中 已经是 差不多最成功 没有什么成长空间的话 你可能就是时候去 找一些新的朋友 又或者甚至是 如果你工作 都有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就是时候要转工了 好了 去到第九个 chapter了 就是作者要我们 忍受到无聊 be boring 很多人以为 你做创作 又或者你生活上很多灵感 就一定要是 好像那些artist的生活 很紫醉金迷 又或者是 你个人要好感性 又或者是你要吃毒品 去帮一下自己 有更多的idea去创作 作者有提到 这些很可能是 我们自己幻想中的artist 就是这样 又或者是你平时看电影 看到那些artist 都是这样去创作的 但现实就是 我们的人生 如何可以拿到更多的灵感去做创作 又或者去生活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是要忍受到无聊 遵从我们生活的 一个节奏 一个routine 我们要take care of yourself 照顾好自己 有一个routine 然后你再用些工具 去帮你创作 好像啤啤我那样 我坚持每一天 都录一集podcast 但我不是每一集都会用到 因为是质数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 这件事我要把它成为我的一个习惯 我每一天都要做的 无论我那一天的心情好不好 我都会录音先的 而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活是比较乱 没有routine的时候的话 我很推介大家用一些工具去帮你 例如是 bullet journal 子丹笔记 又或者外国现在很流行的notion notion 你可以当是一个online的platform 又或者web site 去帮你去做到类似写日记 又或者甚至是monitor 你生活上进行的project的一些进展 它的功能超强大的 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explore一下 notion 但是我个人就prefer bullet journal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喜欢手写 而手写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我需要去slow down我的思维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搜索我怎么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留言 我可以share我自己是怎么样 用bullet journal去记录我自己的生活 我自己的想法 终于去到最后一个chapter了 作者就提到 creativity is subtraction 其实我们的创作 不是有所有的资源 才可以得到最有creative的作品 那相反 作者就提出 有时候我们生活上 有一些可能的资源上的限制 是反而可以激发到我们的灵感 激发到我们的创造力 所以有时候 譬如 你可能做YouTuber 你做Vlogger 但是你不够钱 买一个专业的相机 但是 现在iPhone的账数 都已经很高 那你用iPhone 作为Vlog 和别人用专业相机 作为Vlog 其实可能是完全两种风格 譬如你的电话很小 你可以很快地移动电话 去掌握一些时刻 但是 如果这件事 你用相机的话 反而你是未必会想到 又或者未必会那么容易做到 因为相机很重 所以 其实 有时有限制 其实未必会令到你的灵感更加少 反而 会激发到我们的灵感 所以 都鼓励一下大家 如果你是自媒体创业起步 一开始 千万不要 因为自己的资源比较少 而去觉得自己的作品 没有那么好 相反 我们在有限资源之下 想想 怎样可以 都做出一个更好的作品 又或者是一个不同的作品 这本书 Still Like an Artist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到朋友Griddle 大家一起听完之后 可以有一个对象 去互相讨论一下 今天说到这里 我是宝宝 下次再聊 拜拜